浪杰斯第三次公演已于5月22日录制完毕 据悉,之前备受质疑的水舞台,第三次公演确定取消 水舞台虽然有看点,但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姐姐们的发挥 这次,姐姐们终于可以在舞台上尽情展示自己 浪杰斯第一次公演五位姐姐赞别舞台 他们分别是陈冰王家宇,唐伯虎,卡杰琳娜,以及队内PK输掉的许静韵 这几位的姐姐的离开,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陈冰唐伯虎两人都是歌唱实力非常强的姐姐,但依旧首轮就被淘汰 陈一涵和许静韵PK时,各方面不占有优势的陈一涵 胜了许静韵,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仔细想想,这也在情理之中 浪杰斯本这不是只看歌唱舞蹈能力的舞台 节目组看重的是姐姐们的综合能力 这其中包括镜头感,有没有话题等多重因素 显然,情商高的陈一涵更适合留在节目中 虽然第二次公演还没有开始 但结果早已经被曝光在网络上 有网友爆出浪杰斯第二次公演淘汰的姐姐为 李彩花、汪小敏、赵丽娜三人 吴倩和李沙敏自排在最后 两人进行小考PK 但因为两人评票,最后一同进入到了第三次公演 据悉第二次公演 Amber和谢星合作的从头舞台相当炸裂 得到了现场观众的一致肯定 两人在表演之后 没有一丝犹豫一跃躺入观众席中 成为整个第二次公演舞台的高光时刻 从头似乎是为Amber和谢星量身定做 Amber看到这首歌 认定了搭档只能是谢星一个人 没有第二个选择 谢星表示 他不想再挑战跳舞舞台 但如果那个合作的人是Amber 他会立刻答应 虽然第二次公演还没有播出 但看到网友的爆料 真的很期待从头这个舞台 因为浪姐四都是提前录制完成 所以相关信息总是能第一时间曝光在网络上 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 形成了为节目预热的效果 5月22日 第三次公演录制完成 网友也将与舞台相关的信息发布在网上 经过两次公演 共淘汰了八位姐姐 还剩下25位姐姐 乘风破浪 第三次公演的分组集选歌情况为 谢娜 蔡少芬 贾静雯 猪猪 刘亚瑟 曾可妮六人为一组 演唱歌曲下个 入口见 一句网友爆料的舞台结果 可以说第三次公演更具看点 公演分三轮进行 第一轮 千里万里苏州河山河图三个舞台比拼 最终 艾拉索的山河图以819高票胜出 艾拉索演唱的苏州河仅仅获得792票 排在第三位 第二轮 卢静山 美伊里亚 刘夕冰三人演唱的 《归途有风》以857的票数领先 下个路口见 想去海边 排在第一位 浪姐四播出后 美伊里亚成为33位姐姐中最大的黑马 解锁直拍投票 她的票数最后超过5000万 真正做到了断层领先 实际上节目播出时 前两次公演已经录制完毕 第三次公演 是美伊里亚出圈后的首次登台 这是真正验证她人气的时候 如果网传结果为真 857的票数确实能说明 美伊里亚已经成为浪姐四中的人气姐姐 之前 曾有网友发布了浪姐四的节目脚本 上面显示美伊里亚会在第三次公演时被淘汰 但按照目前的人气来看 美伊里亚几乎确定了成团位 不会被淘汰 美伊里亚的人气很高 网友更想看她挑战队长一职 但因为语言关系 美伊里亚应该不会成为队长 而阿勒 谢娜 安波三人的队长身份几乎不可动摇 第三次公演的最后一轮演出 是三位队长的合作秀 网传结果显示 队长秀中安波的个人投票最高 为857票 谢娜以824票排在第二位 安勒排在第三位 获得了796的投票 其实 三位队长的投票差距都不大 仅仅是十几张票的差距 浪结四播出以来 三位队长的人气一直稳定在前三位 这其中 谢娜的争议大一些 曾有网友表示 不理解唱跳都不突出的谢娜 她的排名为何那么高 可真相就是 浪结四的姐姐们最后拼的是人气 而不是舞台 据悉 第三次公演无忧 李莎名字将被淘汰 无忧能够走到三宫 对她来说应该已经算是胜利 参加节目前 她应该算作是娱乐圈的小透明 有作品 但并不能算作红 参加浪结四姐姐们出见面时 无忧的小名片让人记忆深刻 遭遇一轮游的王嘉宇 曾在节目后发文感恩这次浪结四之旅 她说 有一百多位姐姐在争取参加浪结四 最后 她能得到一个机会 已经非常感恩 而无忧能够走到第三次公演 已经非常不错 李莎名字 应该也不会觉得遗憾 目前 她在湖南台的主持地位逐渐稳固 大型节目上 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参加浪结四应该也是湖南台 再给她增加人气 有意思的是 据网友爆料 陈一涵和吴倩将再次上演小考淘汰一幕 如果消息属实 这一幕将非常搞笑 两人都分别参加过仅有的两次小考淘汰 第一次陈一涵淘汰了许静韵 第二次吴倩和李沙明子评票 两人都留了下来 而这一次 如果吴倩和陈一涵两人PK 个人认为陈一涵留下的可能性更大 毕竟 节目播出以来 吴倩在镜头前的表现并不好 主动想离开的医院非常强烈 再次吴倩和陈一涵淘汰 再次吴倩和陈一涵淘汰